原星际最致命的魔鬼训练场 人类小女孩却以为是游乐场 可几百名天才二代进去无意不是伤痕累累 然而今天 蓝蓝为了救助第一元帅的儿子 竟闯入了这所境地 不仅爬到石人树上去接露室 还救助辅心师的肠尾巴 甚至推开那些穷凶极恶的摊血豹 可离谱的是 石人树非但没有绞杀他 反而故意往他这边抖 就连辅心师也翻出肚子给他摸 甚至血豹们还乖乖配合女孩的动作 彼此急急哀哀地倒下 而就在刚刚 蓝蓝因为出生在最恐怖的死亡星 典狱长爸爸怕他吸入太多异化空气而不长了 连夜找了关系把他送出死亡星 可蓝蓝从星剑下来 却没见到来接他的人 稀里糊涂的 误闯进了正在全网直播的 星际天才二代魔鬼训练场 此时蓝蓝行走在这个荒芜人烟的地理 可没走多久 他突然从草堆里听到一些声音 一只小狗狗露出半截鲜血淋淋的身体 他虚弱地趴在那里 嘴里发出无意识的乌烟 蓝蓝有些猛 他现在离那只小狗狗只有十不远的距离 大概是注意到有人靠近 小狗狗眼睛紧惕地睁开 死死地朝着前方看来 受位的求生欲 令小狗狗下意识就想跑 可是他一动 立刻又发出了痛苦的闷叫声 蓝蓝小心翼翼地上前一步 看着小狗狗流血的腰部 有些不知所措 然而小狗狗挣扎得更凶了 不顾身体的剧痛非要站起来 但又重重地跌回原地 腰部的血流得更多了 蓝蓝急坏了 急不走到小狗狗面前 软软的小手按住小狗狗的背 不让他起来 小狗狗很生气 他努力地扭头想咬蓝蓝的手 但是就连这么简单的动作 他都已经做不到了 只能呜咽两声 绝望地趴回地上 盼望这个弱小的人类不要杀了 而蓝蓝看小狗狗软了下来 就很轻很轻地摸摸小狗狗的背毛 蓝蓝觉得小奶狗应该被保护 就像死亡心的爸爸妈妈们说的 蓝蓝是小奶娃 所以所有爸爸妈妈们都要保护蓝蓝一样 小狗狗 你不要害怕 等你好了 蓝蓝带你回家找妈妈好不好 此时小狗狗那双悲伤的绿瞳 因为生机的流失 已经彻底合拢了起来 蓝蓝这时站起身来 举高手表光芒 东张希望地寻找东西 但是找不到 蓝蓝小跑着走到更远的地方 回来时手中就多了一粗绿色的植物 再用石头把小草砸碎 将那绿色的草泥附在小狗狗受伤的腰服 做完这一切 小狗狗还是一动不动 蓝蓝盯着她看了好久 久到她自己都有些困了 一屁股坐到地上 困倦地将头靠着小狗狗睡了过去 第二天 蓝蓝是被一股喷洒到脸上的热气给熏醒的 她糊里糊涂地睁开眼睛 正对上的就是一双暴力杀怒的绿色兽瞳 而那股熏人的热气 就是从这鼻孔里喷出来的 蓝蓝还没有完全睡醒 她含糊地伸出手摸了摸前方的高鼻子 小狗狗 你醒了呀 小狗狗刺开牙紧盯着这个人类 她知道自己只要一用力 就能咬断这个人类的脖子 但她内心还在纠结 蓝蓝不知道小狗狗一心想要咬死 不过看到小狗狗腰部的伤口处 大多草泥已经不见了 蓝蓝很不高兴 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小狗狗的鼻 那是药 腰盖在伤口上才会好 风驰狼被点得不舒服 打了个喷嚏 蓝蓝觉得好可爱 摸了摸她的大脑袋 你躺下来 我给你重新上药 风驰狼没有动 她身头闻了闻她手上的草药 察觉倒是昨天让她觉得舒服的东西 这才犹豫着坐了下来 但她被毛还是榨开的 随时都保持着进攻的姿势 蓝蓝将小狗狗伤口处 原本的草泥弄掉 然后仔细地盖上新药 同时很确定地告诉小狗狗 要休息半天才可以走 不然伤口会裂开继续流血 而且一定会带她找到妈妈的 敷好了药 蓝蓝又打开自己的小背包 从里面拿出一瓶蜜瓜味的营养液 雅雅妈妈怕蓝蓝背不动 只放了五瓶蓝蓝最喜欢吃的营养液 蓝蓝分里一瓶 蓝蓝蓝打开营养液的瓶孔 将充满蜜瓜味的粘稠液体倒到自己手上 接着递到小狗狗跟前 风驰狼指纹了一下 立刻凶狠地去舔是小女孩的手心 因为这种液体里有能量 正是所有变异兽类类都需要的 蓝蓝觉得手心好痒 她把一整瓶的营养液都给小狗狗吃了 随后擦擦手 打开了另一瓶自己吃 原本蓝蓝是想等到 想念死亡心的爸爸妈妈的时候 再拿出来吃的 但是现在实在是太饿了 小狗狗又受了伤 也不能不吃东西 两瓶营养液很快吃完 蓝蓝将剩下的三瓶放好 注意到小狗狗伸过来想要叼营养液 蓝蓝蓝赶紧挡住 不可以再吃了 吃完了就没有了 我们要留着晚点饿的时候吃 蓝蓝蓝受了护食的本性 让他再次想咬断这个人类的脖子 蓝蓝摸了摸小狗狗僵硬的大脑袋 笑眯眯地抱住他的脖子 我们再睡一会儿吧 等你伤口再好一些 我们就可以上路去找你的妈妈了 这个人类靠得太近了 蓝蓝蓝蓝不舒服地重新坐下 没一会儿 就发现这个人类居然缩进他的怀里 打着小狗睡了过去 蓝蓝蓝蓝终于松下了背毛 他还有些饿 忍不住又舔尸起这个人类的手心 上面还有一些残余的能量气味 舔着舔着 他也贴着这个人类闭上了眼睛 在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 蓝蓝又打开了一瓶营养液分着喝了 小狗狗的伤口也有了结痂的趋势 蓝蓝起身 小狗狗 那我们出发吧 你能闻到你妈妈的方向吗 风治狼慢慢地往前走着 因为受伤 旁边手短脚短的幼小人类 也正好能跟上 不知走了多久 前面的小狗狗突然叫了一声 蓝蓝回过头 就发现山上露出了一节高耸的围栏 他们从围栏右下角的一个巨大破网钻了进去 很快 他们进入了更加茂密的森林 没一会老练的赛场维修宫 扛着工具往赛场这边的防护网走来 因为昨天致命训练场上 帝国太子遇到了风治狼群 打斗中 老化的防护网被一头风治狼给撞开了 因为担心还有风治狼在周围游荡 维修宫直到今天才赶过来维修 累了半个小时后 他看了眼赛场内部的方向 叹息一声 不知道这次的训练赛 到底有没有人能同意 再这样下去 这批天才二代 真的都要死光了 就在今天早上 元帅长子叶玲少校 倒在了茂密森林南边的石人林外 所有人都知道 叶玲少校这次必死无疑了 且不说石人林里的石人巨树 有多嗜血凶残 就说叶玲少校这身伤 在毫无医疗物资的训练场中 恐怕连一个小时都撑不下去 新网上的民众们都炸了 主办方就这么不管了吗 叶玲少校只是晕过去 又没死 赶紧把他叫走啊 你们要看着他死在石人林吗 然而参赛前 每位参赛者都是牵了生死器的 就算叶玲少校真的是想退出 没来得及按推出比赛的按钮 那也只能怪他倒霉 又一位天才的陨落 为叶玲少校哀悼 这个词条很快挂到了新网热搜第一 首都新的中央大厅里 会议大堂一片死寂 三百岁的第一元帅 正是人道壮年的时候 他面色如沉 死死地盯着大屏幕中 渐渐失去血色的儿子 刺来一声 一株石人树藤蔓从不远处伸了过来 猛地扎穿了晕倒在地的少年 棕色的枝干很快被血色染身 接着藤蔓静止意 少年被拉进了更加茂密树林深处 会议大堂里越发地激紧无声 满头大汗的下属手上拿着通讯器 试看性地开口 连帅 现在打通讯给主办方吗 孩子都被石人树裹走了 再不救 就真的没了 打什么通讯 压抑到极致的阴沉嗓音 在说大的会议堂缓缓响起 生死有命 他自己要去 画完男人书弟起身 转身走出了会议大堂 后面的画面 元帅已经不打算看了 这时手腕上的光网再次震动了一下 他疲惫地看了一眼通讯上妻子的名字 按了拒绝接听 同一时间元帅府邸中 元帅夫人早已经哭成了泪人 他已经让佣人打了十几通讯 可是那边的丈夫仍旧没接 元帅的二儿子和三女儿 红着眼睛陪在母亲身边 他们已经不忍心看直播中的画面 渐渐地 府邸中庸人都忍不住抹了眼泪 一小狗狗 你看那里是有人吗 就在这时轻柔软弱的女生 突然从全息光中传了出来 哭声一瞬间戛然而止 元帅夫人抬起头 迷惑地看着直播光屏中 那个丛绿一森森的茂密丛林中 走出来一个三四岁大小的女孩 元帅夫人愣了 元帅二儿子和三女儿也愣了 元帅府的其他庸人都愣了 新网上更是在这瞬间炸开了谷 民众们疯狂爱特主办方 不是必须年满十八周岁 才能进入训练场的参赛者吗 主办方却也是一头雾水 他们采用了后台筛选模式 却并没在参赛选手中 查到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女孩的任何信息 他们甚至查了所有金融 也没找到这个小女孩是从哪里进入赛场 与此同时 元帅已经在楼道里抽了六根烟 正要拿第七根烟 楼梯口的门突然被副将推开了 元 元帅 直直直直播 元帅心里一咯噔 叶灵他 已经 副将说不清楚 抓着顶头上死的胳膊 急忙把他拉回会议大堂 大堂里这事已经乱成一团 所有人都在议论小女孩身后跟着的野兽 不是昨天被太子捅上逃走的那只风之狼吗 另一边 蓝蓝窜到一坨棕色的物体前 看那被无数树枝包裹住的人类少年 蓝蓝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他小手将少年身上第一根树枝拔了出来 扑斥一声 树枝拔出的一瞬间 里面的鲜血就飙了出来 蓝蓝有些被吓到了 一屁股坐到地上 手臂上还被喷到了好多血 直播间的观众见此坐不住 别拔了 赶紧走吧 几根带血的树枝已经爬到你的脚后跟了 还有不少观众骂他是熊孩子 不拔还死的曼你 拔了血都飙出来了 很快 千疮百孔的少年身上已经没有树枝了 蓝蓝手指凑到这个血人哥哥的鼻子下面 察觉到他还有一点点呼吸 这才松了口气 他赶紧转身取下自己的背包 而本来已经游到他脚后跟的食人树枝 突然往回缩了一下 接着竟然退回了母树的下方 蓝蓝没有注意到这些小树根 他从背包里面拿出一堆小草 小狗狗本来站在蓝蓝后面 正焦躁地对着食人树根低吼的风驰狼 突然熟练地拖着尾巴走了过去 像之前一样等待这个人类给他换药 蓝蓝顺手摸了摸小狗狗的脑袋 不是你啦 是这个大哥哥了 待蓝蓝把小草捣碎 又拉开血人哥哥破破烂烂的血衣 将草泥盖到了他的伤口上 一共12个血洞 除了有两个血洞被压着 孵不到药 蓝蓝把其他的血洞都孵满了药 蜂蚩狼有些不悦 他似乎认定这些草泥应该是他的 他趁着蓝蓝被过去整理小草的时候 一脚踩到了地上的少年头上 观众看到这一幕傻子 野兽有一种习性 会豢养储备粮 所以这小女孩是他的储备粮 那现在野兽少校也成储备粮了吗 还有医学生发现 野兽少校身上虽然涂的是纸屑草 但这些草只是被粗暴的捣乱覆盖 根本没用 甚至还可能造成伤口的二次感染恶化 观众们已经默认野兽少校死定了 蓝蓝这时歪着头在看血人哥哥的年 少年一对乌与四的睫毛 盖在眼瞼下方 他好漂亮 小狗狗 你说他什么时候能醒来 风驰狼听不懂人类的话 他只是游走在小女孩的周围 警惕周围的树枝 一有树枝洞 他喉咙里就会发出怒口 蓝蓝扭头看着转圈圈的小狗狗 伸出小手 你过来坐下吗 走了这么远不累吗 风驰狼被小女孩扒拉住了 他忍着不愿挪到了小女孩根系 但周围都是威胁 他坐不下来 高高地站着 盯着周遭并没有松懈 蓝蓝蓝这时从自己的背包里 拿出一管营养液 风驰狼当即眼睛一亮 搭在屁股后面的大尾巴 没忍住摇了一下 蓝蓝打开营养液的盖子 将营养液倒在手里 像之前一样喂给小狗狗吃 风驰狼立刻凶狠地 舔是小女孩的手心 喂完小狗狗后 蓝蓝挪到躺在地上的 血人哥哥身边 正准备将拼口 对准血人哥哥的嘴 风驰狼身头就要叼走营养液 蓝蓝无奈极了 干脆背过身 撅起小屁股去顶开小狗狗 然后趁机把营养液 未尽受伤的打哥哥嘴 他安心地去收集干树叶和枯枝 把捡来的东西堆在一起 不少观众被吓了一跳 纷纷要求主办方把它弄走 因为在丛林里生 造成变异植物动乱 藏在丛林里的其他参赛者 都会遭殃的 网上又骂成了一团 而石人邻里 蓝蓝盯盯着这棵超大的石人树 看了好久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较矮的地方 开始往那爬 观众们再次傻了 这不是送上门的肉吗 还有一些心软的网友 则直接缩小了直播屏幕 不忍心看这么小一个幼崽 被石人树扎穿膝肝的画面 岩帅扶底里 岩帅夫人悲气地用手捂住了眼睛 岩帅二儿子和三女儿 则是连连叹气 而这时 蓝蓝已经爬上了 石人树的第一根矮之鸭 风驰狼在下面低吼 他的四只脚来回的踱步 几次想上前把这个人类叼回来 但惧怕石人树 试探了几次后 风驰狼终于还是冲了上去 一口咬住了那个幼小人类的衣服 把他往回扯 蓝蓝差点被小狗狗拽了个屁股蹲 幸亏他反应快 死死抱住树茶 然后扭过头叫遇到 小狗狗 你在这样 我可就不喜欢你了 风驰狼突然全身一领 他并不是被这个人类幼稚的威胁给吓唬住 而是察觉到了威胁 下一秒搜的一下 一条纤细的藤蔓从隐秘的树丛里窜出来 裹住了风驰狼的右后腿 风驰狼当即松开咬着小女孩的衣服 去啃食那藤蔓 锋利如刀刃般的牙齿 狠狠咬断一截藤蔓后 他退到了极远的地方 可再一看 蓝蓝顺着那根树叉 已经爬到树叉的前段了 他从兜里拿出一个空的营养叶瓶子 接住了树叶滴下来的露水 但营养叶只剩一瓶了 蓝蓝想要喂饱三张子 就得再往前一点多装几瓶 可树叉前段太细 树叉会断 就在蓝蓝东张希望 寻找有没有其他地方的树叶可以接水时 枝头几片叶子突然晃动起来 接着一滴滴的露水 竟然连连不断地滴进那个小管 蓝蓝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睛 却并没有感觉到有风 不过不管怎么样 小管子很快就接满了水 蓝蓝很高兴 赶紧将管子放进洞 他又从另一个兜里拿出另一个空瓶子 哗啦啦 又是一阵树叶晃动声 紧接着一滴滴的露水再次往管子里滴 很快将第二个管子也积满了 蓝蓝高兴得不得了 他露出自己白白的小米牙道歉 谢谢大树博博 树影摇曳 愉悦的石人树 似乎也在回应这个爬进自己怀里的小女孩 不用谢 观众看着这一幕连忙揉眼睛 石人树为什么不绞杀他 前几届有个参赛者闯入石人灵放了把火 石人树直接动员了整个茂密森林的植物 把附近的86名参赛者全杀了 有一兽心理系的学生总结 一是因为石人树怕疯赤狼 二是石人树是在利用人类幼崽座 等待狩猎人类成人 观众们各种猜测 而这边蓝蓝接满了凉管水 撅着屁股慢慢地爬下树的 疯赤狼一看到他下来 立刻窜过去咬住他的后脸 把人带到离石人树较远的地方 蓝蓝一屁股坐到地上 整个人都还是猛的 他看着正在舔他头毛的小狗狗 赶紧推开了他 臭 小狗狗你都没有刷过牙子 蓝蓝屁股尿流地爬起来 比小狗狗远了几步 蜂蚩狼朝他走过去 用鼻子顶了顶小姑娘的下 蓝蓝又心软了 他给小狗狗顺毛 狗狗是不是看到我爬树 以为我会有危险 没事的 大树伯伯会照顾我的 说着蓝蓝拿出管子 倒了一些水在手心 蜂蚩狼闻了闻不是营养液 但还是舔光了那些水 而蓝蓝喂完水 又继续在周围找东西 他捡回了好几片超大的达椒叶 还放了一些枯草 这时网上躁动一片 因为在食人林生活 茂密森林回再次暴动了 附近十几名参赛者都会被波及 主办方后台的工作人员 也急得团团转 可他们这些小员工 需要向上头的领导征求意见 办公室的通讯器想了又想 什么 布莱尔中校不同意人为干涉 布莱尔中校的儿子 已经退出比赛了 他当然巴布的其他参赛者 都死在赛场里算了 弗莱克赞助商也拒绝了人为干涉 合作协议中干涉的条款 要我们赔偿他六亿的星际币 那总统联系到没 毕竟太子也在赛场里 元帅同意人为干涉 好的好的 而主办方后台忙碌的时候 新网上的民众也把事情闹上了热搜 他们恨不得诅咒这个小女孩的祖宗十八代 而被骂得懒懒并不知情 火苗真正冒出来的一瞬间 全星际网民们停滞了下来 每一双眼睛 此时都死死地盯着直播屏幕中的画面 小女孩又多扔了一些枯草进去 小火瞬间变大 沉静的食人铃 在这一刻仿佛活了过来 在地上滑来滑去的树枝藤腕 发出嘻嘻索索的声音 风驰狼对着整片树林低吼字牙 他似乎很害怕这些活动的植物 轰隆一声 火势又燃高了一截 煞时间 无数鸟从树枝中飞出来 风驰狼全身已经紧绷到了极点 他狠辣的绿桶里 是对周围敌人狂躁的杀意 所有人都知道战斗马上就要拉响 食人树的愤怒 没有人可以逃脱 这是轻柔软弱的女生从下方传来 有小鸟爷 兰兰看向身后的鸟 几乎是在小女孩回头的一刹那 滑动的树枝藤腕 猛地静密下来 狂暴的食人树也变得温柔和絮 兰兰看着小狗狗僵硬的头颅 以及他对着地面刺开的白牙 突然觉得不对 兰兰抓起前方的一根藤腕 能够将一个两百斤重的成年人 瞬间搅成血泥的藤腕 此时却像最最普通的绿化藤 兰兰又看看警惕的小狗狗 然后扑吃笑出声 哈哈哈哈 小狗狗 你是不是以为这是蛇 不是了 这就是一根藤腕而已哦 你看 它不会动的 兰兰揪着藤腕甩了两下 温顺的藤腕好脾气地扮你 不动 兰兰将藤腕丢下 又摸了摸小狗狗紧绷的背眸 没有妈妈在身边的小动物 是会比较胆小的 没关系 兰兰保护你 摸 大哥哥 大哥哥你还好吗 血人干涸的喉咙发不出半点声音 他只是艰难地动着嘴唇 懒懒掏出水管 小心翼翼地把水喂到少年嘴里 有了液体的滋润 少年苍白的嘴唇终于抿了一下 而后他脸紧的双眸缓缓睁开 下一秒 少年看到了一双乌黑明亮的微弯同眸 以及一张鼻头有些黑 脸颊有些花的灿烂笑颜 叶玲没想到致命训练场中 还有这么小的孩子 他记得五十多天前 他进入训练场后 被赛场西边吞噬海滩的食人鱼追杀 可逃出了那片海域 他抵达烽火山下的物资点时 却被另外四名参赛者蹲守 叶玲以一敌似 重伤了两名参赛者后 带着一半的物资 逃往了内陆丛林 但同时他的精神力也受到了重创 可他错估了自己的实力 他倒下了 倒在了食人鱼外的草地上 但他没有用到最后一点力气按下退赛截 因为他是一名军人 他可以死在战场上 却不可以当一名逃兵 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再次睁开眼 训练场上竟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叶玲呼吸变得急促 手指紧紧抓着身下的草 以为是父亲动用了他的权力 把他救出来了吗 但后果就是 滥用职权 他们叶家将再也无法在民众面前抬起头来 父亲的政治生涯将彻底结束 叶玲眼眶渐渐变红 甚至因为内心太过难以接受 导致他都忘记了身体上的痛楚 兰兰看这个大哥哥居然哭了 他心疼地打开最后一瓶营养液喂给大哥哥 兰兰本来是怎么都不打算吃的 但是这个大哥哥一定是非常非常难受 香甜的能量气息所绕齿间 叶玲被迫喝下了一管营养液 奇怪的味道 和市面上其他的高级营养液口味并不一样 这个更甜 里面的能量似乎更加充沛 喝下的瞬间 叶玲失焦的双目 这才再次看向眼前的小女孩 小女孩喂完一瓶营养液后 将剩下的一丁点营养液倒在了手心 然后往后伸 动了一下头颅 想看看这周围到底是个什么环境 很快 少年冰蓝色的毛子 便看到了他头顶上方的那棵树 大树的枝丫上 一只栖息在树干上的血雀 搜的一下 无声的树枝 突然贯穿血雀的身体 肥嫩的血雀在一瞬间被树枝吸干了血肉 叶玲的瞳孔猛缩 这是食人树 他在看周围的其他树母 这里是食人铃 他还在致命训练场的食人铃里 叶玲又往身边看去 风驰狼还在舔翅小女孩的手心 瞬间叶玲与兰兰四目相对 兰兰小脸扬起笑 大哥哥 你现在好点了吗 叶玲沙哑着嗓音尖色开口 你是 谁 小女孩傻呵呵的笑笑 我是兰兰呀 大哥哥 你翻个身吧 你背后还有两个血洞我上不到药 叶玲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 就看到了一坨坨绿色的护状体 他没看明白这是什么 不过很快 他就看到那个小女孩将小草放到石板上 用石头捣成了草 少年突然沉默了下来 这是 什么药 兰兰养起脑袋 小脸笑得像个天使 我不知道呀 有人告诉兰兰 这种小草可以疗伤 涂在伤口上就不会流血了 叶玲有些不信任 不过自己能够醒来 应该是拖了这个小女孩的足 可小女孩小脸却皱了起来 兰兰从很小的时候 脑子里就会记得很多怪怪的东西 这些记忆很混乱 因此兰兰经常会头疼 后来死亡星的爸爸妈妈们就不准兰兰想 叶玲深吸一口气 你叫兰兰是吗 小姑娘重重点头 兰兴的兰 古老的兰兴地球 有人说星际人类 最早就是兰兴人类 兰兰举起手中的草 乖巧地捧到大哥哥的眼前 叶玲嗅到了一股庞大的止血迹气味 明明几千株止血草 才能提取出一瓶止血迹所需的药量 可这坨草呢 为什么会有一整瓶高级止血迹所含的药量呢 这时叶玲又听到了细微的嗲啪声 有人来了吗 兰兰养起小脑袋东张西望 没有人呀 小狗狗 你听到有人来了吗 风驰狼还在低头不服气地啃营养液管子 他不相信这么大一个管子里 真的只有这么一点营养液 叶玲声音突然变了 可能有敌人 兰兰听他突然语气变凶 小心翼翼地缩了缩脖子 等到草泥准备的差不多了 兰兰拍拍小手走过来 大哥哥 可以上背后的药了 我帮你翻一下身哦 叶玲其实更想指引这个小女孩去最近的污渍点 看看污渍点还有没有污渍 如果有疗伤药剂的话 直接喝药剂肯定更好 但叶玲又不太放心 怕这个小女孩拿了物资就回不来了 于是叶玲忍着身体的剧痛 慢慢地被侧到了一边 身体转动后 叶玲就看到了一簇熊熊燃烧的火堆 几乎刹那间 叶玲瞳孔炸裂 他整个身体失控一样往后奔 兰兰的小胳膊被大哥哥压到了身上 手掌直接磕在了坚硬的石块上 划出了血痕 兰兰痛哼了一声 觉得手掌和手背都好痛 叶玲也察觉到自己压到小女孩了 但他顾不得太多 毫无力气地右手勉强抬起来 他指着那边的火堆 快快去把火熄灭 而这边网友们根据小女孩处处透着壳 几乎已经认定他是反叛军的内力 想从元帅长子那套取军事机密 此时兰兰眼眶红红地将小手拽出来 吹了吹掌心的血痕 叶玲却还在急切地大喊快熄灭 兰兰顾不得自己手上的血痕 按住大哥哥抽动的肩膀 可是火熄灭了 没有点火的工具 天黑之后就只能冻着了 但兰兰其实不怕冷 他昨晚就是和小狗狗一起睡的 小狗狗毛糊糊的 一点都不冷 但大哥哥有伤 太冷的话会加重伤势 但大哥哥非常抗拒 他甚至想自己爬起来灭火 这导致他身上很多草药都掉 血也越流越多 兰兰急坏了 连忙跑过去用树叶将火堆碾灭 等到火堆只剩一串黑烟了 少年才终于倒回地上 叶灵看着小孩发红的手心 才想起来抱歉 不好意思 这里是食人灵 不能生火 食人树会爆 可话没说完 叶灵叔弟浑身一震 他看向自己头顶上方 那硕大的食人母树 为什么这么平静 那个火堆应该燃烧了不短的时间 明明之前食人树 是完全不能容忍 火苗在自己的地盘存在的 故意滚 兰兰就替大哥哥上完了药 又给自己的手心也上了些药后 叶灵看着小女孩 安静地忙前忙后 张了张嘴 兰兰 你的手还疼吗 兰兰摇了摇头 说是不疼 但小姑娘眼神却明显回避了情 看着也没有之前那么活活主动 叶灵只能又解释了一遍 食人树有多可怕 茂密森林有多威胁 以前在食人灵纵火的人 下场有多器材 然而小女孩根本不信 因为刚才兰兰生火了 带树勃勃并没有生气 是大哥哥生气了 夜晚寒风呼啸 叶灵打了个penty 这是今晚他第三次被冷醒 他慢慢睁开眼睛 身上能保温的战斗服 在被食人树洞穿的时候 已经破了 他现在睡在厚厚的芭蕉叶上 叶子冰凉 加上腰固疾伤口上的药 叶灵只觉得这叶子 一点预风的作用都没有 而距离他近米远的地方 三四岁大的小女孩 正揪着风驰狼胸前的金毛 睡得打起了小呼 叶灵又打了个penty 那边的一狼一娃并没有被吵起 叶灵却开始想念 那粗温暖的火堆了 而另一边心往上 则又炒成了一团 有的说小女孩心肠好恶毒 让叶灵少校亮着 也有维护小女孩的 而第二天一走 兰兰醒来便看到少年双眼通红 眼圈无黑 大哥哥 你 你又哭了吗 叶灵又打了个penty 兰兰把大哥哥拖到有太阳照到的底 感受到阳光温暖的照顾 叶灵冷了一晚上的手脚 总算有了点解冻的趋势 兰兰看大哥哥疲惫的在阳光下闭上眼睛 他站起身来摸摸自己扁扁的肚子 那大哥哥 你再睡一会儿 兰兰出去一下找吃的 闭着双眼的少年睁开双眸 没想到他一个成年人 居然还要靠一个小孩找吃的眼睛 叶灵抿了抿着门 兰兰 你往东走 大概走两公里 就能见到一个小木屋 屋里可能会有食物和水 不过如果你看到小木屋附近有其他人出现 必须立刻走 千万不能让人发现 明白吗 可兰兰又一本正经的讲道理 说不能随便进别人家里拿别人的食物和水 那是小偷才会做的事 兰兰不偷东西 叶灵皱眉 不是偷东西 那是物资点 物资点的东西 本来就是个平本事 兰兰没听过这个词 她拍了拍自己的小背包 大哥哥 兰兰有钱的 爸爸妈妈们有给兰兰准备了很多很多钱 兰兰可以跟小木屋的主人买食物和水的 说完兰兰跟大哥哥挥了挥手 便一人一郎往着树林的东面走去了 直到小姑娘彻底离开 叶灵仰躺在温暖的晨光中 终于能闭上眼睛补眠了 然而突然间观众们全炸了 只见刚刚还悠然静谧的小树林 上百条树枝从土地中钻了出来 竟然都对准了 躺在地上那个动弹不得的少年 观众们见此都傻了 食人树为什么突然发火了 快按退出你 叶灵少校你还有时间 不过好在 叶灵在食人树暴露杀意的一瞬间 就睁开了双眼 她下意识按住右手的金属戒指 想召唤机甲 可精神力受了重创 根本召唤不出来 下一秒 叶灵吐出一大口鲜血 而刚才还气势嚣张的观众 现在纷纷期盼蓝蓝能马上回来 树腰露出冰冷的疗眼 锋利的尖刺一拥而上 企图贯穿少年单薄的躯体 哗啦 尖刺往下 叶灵想侧身躲过 可食人树攻击的速度很快 她狠狠地闭上眼睛 可下一秒 预计中的疼痛没有到来 万千食人树的分支 悬停在了少年的身体上方 叶灵皱紧眉头 她试探地睁开眼睛 然后便看到 绿色的藤蔓在她伤口处晃来晃去 树枝小心翼翼地挑弄 她身上智商的草泥 叶灵看看那些纸屑草泥 又看看密密麻麻 围着她转的树枝和藤蔓 猛地想到了什么 观众们猜疑 这些草泥有小女孩的气味 食人树靠近后 一时分不清眼前的人 到底是不是那个小女孩 所以她就停止攻击了 还有细心的观众 一眼就看见了兰兰 她在那那公主的直播间 凶狠的抚心师甩着肠尾巴 身边剑瘦的狮群 已经将前方大树上的少女 围得水泄不通 有一只母狮这时突然向上一窜 她跳到了大树某个枝鸭上 锋利的牙齿 咬向了少女的胳膊 少女快速避开那力尺 但坚固的防护符 还是被撕开了一个大口 娜娜脸色齐尘 这种能抵挡住 S级机甲全力一击的防护符 面对这群变异抚心师时 居然变得这么不堪一击 娜娜呼吸变得有些困难 她不该进茂密森林的 她受了重伤 在这种连自保都艰难的情况下 她怎么就昏了头 非要贪图茂密森林里的屋子 就这么单枪匹马地闯了进来 娜娜爬到大树最上方 手指已经按在手表光脑上了 她在思考要不要退出比赛呢 但好不甘心啊 她明明已经撑过50多天了 只要在这次训练赛中取得前十的名次 她就能正式成为帝国最强战神的学生了 而下方失群还在发出凶狠的咆哮 娜娜手指正要压下退出键 这时软弱胶软的铜银突然从后方传来 那个树上是有一个小姐姐吗 娜娜猛的一顿 扭头朝着声音的来源处看去 就看到一个没穿防护服的小女孩 直播间里顿时一片问号飘舞 弹幕巴巴给娜娜公主的粉丝解释的时候 茂密森林里 风驰狼已经挡在了娇小的女孩身前 她冰冷的绿铜瞪视着对面的抚心狮群 因为警惕与防备 浑身的皮毛早已炸开 复兴狮群也注意到了一人一狼 原本包围着大树的狮群开始活动起来 感受到风驰狼的威胁 高大凶悍的雄狮转过身体 四头母是明白雄狮的意思 他们舔着嘴巴 分散开来 往那一人一狼走去 风驰狼喉咙里的低吼声越来越大 她前身下压做出进攻的姿势 雄狮守着大树 以防树上的猎物趁机逃跑 而母狮已经将新来的两个猎物包围住 娜娜急得满头大汗 她在树上吆喝小孩快跑 她作为帝国公主 也不能只顾自己逃命 下一秒 娜娜却疏地从十几米高的大树上一遍而行 而几乎就在她下落的同时 早已等候多时的雄狮顿时扑了上去 娜娜就地一滚 躲开了雄狮的扑杀 下一秒 她从皮血里拔出冲锋刃 一刀杀向一头母狮的脖子 可惜便一副兴尸的反应能力也丝毫不弱 感知到危险的母狮在娜娜手伸过去的同时 一口咬住了她的手腕 牙齿瞬间洞穿了人类脆弱的手骨 接着雄狮从另一则扑来 瞬间将少女重重扑倒 当听到防护符又发出嘶拉一声破碎声势 娜娜知道自己真的死定了 不要咬 放开这个姐姐 稚嫩的声音让娜娜气愤大吼 你倒是走啊 然而兰兰没有走 她小炮弹式地冲过来 一把拽住雄狮的长尾巴 诺声诺气地大喊 大猫猫 你不要欺负女孩子 雄狮尾巴被拽 当即愤怒地扭过头 对着小女孩立声咆哮 兰兰被喉腿闭上眼睛 只感觉自己的头发都往后飘了 直到吼声结束 兰兰才小表情委屈巴巴的 伸手轻轻去摸大猫猫的背毛 你 你不要这么凶吗 那边的三头母狮与风驰狼成对立状 一时没法过来 咬住内娜手骨的这只母狮 狠狠地紧盯这个小女孩 雄狮也紧盯这个人类 想一口咬断这个弱小人类的脖子 兰兰想到家里的胖猫猫 很喜欢别人摸她肚子 于是兰兰干脆蹲下来 自己钻到大猫猫的肚子底下 去揉大猫猫的肚皮 雄狮十分不自在 烦躁地往后退 娜娜终于感觉自己能呼吸了 这雄狮快压死她了 雄狮往后倒了两步 她低头想把那个幼小人类 从肚子下面叼出来 但突然被这个人类推了一下 大身体被迫往地上一坐 兰兰撸得更起劲了 腐心雄狮觉得很烦 但是又很舒服 最后随着这个小人类 开始揉她下巴 雄狮只能把整个身体摊开 朝这个人类露出 全部胸膛和脖子 大猫猫 兰兰一会儿就去买吃的给你们 你们先放了这个小姐姐好不好 雄狮喉咙里发出舒服的咕噜声 虽然听不懂这个人类的话 但是她慢慢闭上了眼睛 娜娜的手还在母狮嘴里 母狮似乎十分疑惑 她看着那边的自家丈夫 跟风驰狼对峙的三只母狮 也频频往他们老公那边看 六头半大小狮子哒哒哒的跑过来 他们围成一圈 臭那个揪着他们爸爸胡子的小小人类字眼 兰兰没有手露其他小猫猫了 她想了想 摸出一个营养液空瓶子 往地上一扔 六头小狮子歪头看着 眼看着瓶子越滚越远 突然一头小狮子动了起来 她往前一扑 大爪子一把摁住了瓶身 就这样 玻璃瓶被小狮子拨得滚来滚去 另外几头小狮子见着 赶紧也跑了上去 要抢那个瓶子完 懒懒露出自己白白的小米牙 果然猫猫都无法抗拒玩具 娜娜觉得自己现在是在做梦 刚才这些俯星是不是打饭吃了他们吗 怎么就几分钟就躺平了 接着看又看向还咬着她手骨的母狮 以及母狮后面 包围着风驰狼的另外三头母狮 深吸一口气 果然只有女人才会认真搞事业 男人都是大猪体子 同一时间首都新政会大厅 严肃沉浸的会议厅里 各方官员正在进行两月一次的例行会议 上手的总统听着下方的禀报 时不时的在文件上勾上两笔 这场会议已经进行两个小时了 预计还有一个小时才会结束 通讯器震动的声音 突然在安静的会议大厅里响起 众人掀视一愣 然后朝着声音来远处看去 便见到了一个把文件立起来 挡在自己面前 然后躲在文件后面放肆大睡的浪荡声音 总统脸色顿时难看极了 煞裂一队平时的训练强度这么大吗 把你们暴神累的在例行会议上睡觉 煞裂一队的副队长善善 赶紧推了推身边的领导叫我 老大 老大醒醒 立洁被吵起 他挥开挡在自己前面的文件 一张暴躁中带着不善的俊美脸庞 顿时露了出来 他似乎没注意到会议大厅里紧绷到窒息的气负 直接接听了自己的通讯器 朝着那边大骂 你他妈最好有证实 几秒钟后 困倦到不行的青年 猛地站起身来 你说我女儿不见了 就在刚刚 当立洁接到女儿失踪的消息后 前方车窗打开 里头露出一张笑意盈盈的女人脸 报神啊 开完会了 立洁啪的一声关上车门 女人依旧满脸笑意 立洁烦得要命 喝了一声滚 长公主原本好看的脸色 顿时出现了少许裂痕 报神 我知道你不喜欢收徒 但是我们家娜娜为了你一句话 都去参加致命训练赛了 如今她已经坚持50天了 我是觉得 她都这么有诚意了 前三十你就收了她 行吗 然而立洁丝毫不给脸色 听不懂人话 我让你滚 长公主终于怒了 她推开车门 气势汹汹地走出来 别忘了我老公也在军队里 她官职不比你低 立洁吃了一声 开车直接擦过女人的衣角而过 离开时男人还在车窗厥词 让你男人来打我呀 正愁找不到理由收拾她 罢落 君用悬浮车一飞冲天 只留下白色的尾气 在空中划过一道明显的痕迹 长公主一跺高跟系 气得快出现了 她正要离开 通讯却先想了 什么 娜娜遇到了复兴师群 此时她打开娜娜的直播间 已经盯着兰娜看了足足十分钟了 可小女孩先是撸了一会熊狮 然后陪又试玩玻璃瓶 接着又去跟另外三只母狮讲了很久 猫猫和狗狗要做永远的好朋友 这样的废话 最后她一边安抚母狮 一边把娜娜的手从母狮的牙齿上拔出来 而这个期间 这只母狮居然没反抗 娜娜的伤口虽然很争鸣苦 血也流了很多 娜娜就把那些小草砸成了草泥 往她手腕的伤口上吐 冰冰凉凉的触感让娜娜大惊失色 她当即挣扎 可没来得及询问 那边的熊狮突然站起身来靠近 娜娜当即闭上嘴 将住身体不敢再动 娜娜将草泥好好的涂满后 从小背包里拿出一件小衣服 她看向小姐姐手边的短刀 小姐姐 可以帮我割一下吗 熊狮越来越近 瘦类危险的气息 娜娜轻微地摇了摇头 要是拿出刀 熊狮会以为她有攻击性的 于是兰兰只得剪了块尖石头 将衣服割开线 给小姐姐手腕包砸 这时熊狮已经彻底靠近了 巨大的狮子走到了两个人类面前 突然大身子竟歪在小女孩身上 接着整个狮在地上摊成了一个狮子 大脑袋在小女孩的胳膊上蹭来蹭去 喉咙里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兰兰眼底有掩饰不住的笑意 包好伤口后 两只手捏住大猫猫的耳朵 在原地待了一会儿 娜娜还是想知道那小女孩的身份 最后她一咬牙 干脆爬起来尾随 茂密森林很大 到处都是花草树木 娜娜跟着跟着 就发现那小孩居然是 往十人林附近的物资点走去的 娜娜哼了一声 对着天空中的隐形摄像头 翻了个白眼 果然是主办方的人 这边主办方也是委屈 不过直到今天 变异动直攻击人类的脚步都没停止 如今帝国的两大敌人 一是反叛军 二是变异动直 要是这个小女孩 能跟变异动直物和平沟统 那历史上还会少很多的种族战争 同一时间 首都星星舰大楼监控室 丽杰两手压在监控屏幕前方的操作桌上 注视着镜头里的每一个画面 半赏后被叫停 丽杰看着屏幕中央的娇小声音 额头的青筋隐隐跳动 旁边的首都星舰中心工作人员 早已吓得满头大汗 站在更外围的煞裂三队星晶小兵 更是差点当场给他们抱神跪下磕头 丽杰转过身来 周鸿才呢 小兵都快吓哭了 周老大不敢回首都星 他 他还在亚星找那位小祖宗 不是 是小小姐 接着他赶紧又解释 周周周老大其实已经查到一些了 小小姐当晚上了一辆公交车 周老大已经赶去小小姐下车的站点了 丽杰突然挤不上前撵开牙齿 跟周鸿才说 兰兰要是少了一根寒帽 他脖子上的脑袋也别要了 另一边茂密森林深处的绿色小木屋外 兰兰礼貌地敲了敲大门 你好 请问里面有人吗 娜娜坐在200米外的一棵歪脖子树上 他嘴里叼了根干草 满脸不解地看着那边正在敲门的小孩 兰兰继续敲着门 突然咔哒一声 木门竟然被敲开了一个缝隙 兰兰将门又推开一些 探头探脑地朝里说 你好 请问里面有人吗 我想买东西 可这个屋子里面空空荡荡 只有一个棕绿色的双肩包 兰兰想到大哥哥说的话 他立刻从小背包里 拿出所有的小钱袋放到地板上 只留了两个硬币放回兜里 然后对着空荡荡的木屋说道 小木屋的主人你好 兰兰只留了两个硬币坐公交车 其他钱都给你了 你可不可以卖给兰兰一些吃的 兰兰家里 上有瘫痪在床的大哥哥 下有嗷嗷待哺的小狗狗和大猫猫 我们全家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 此话一出 娜娜差点没笑出声来 这小孩怎么这么可爱 观众们也觉得兰兰好萌兰 能得嗷嗷待哺的猫猫狗狗买是的 而兰兰放下钱之后 就打开了那个双肩包 里面有二十瓶营养液 五瓶矿泉水 还有一个医疗便携包 外加一把锋利无比的小刀 兰兰迟连一下 把一兜里最后的两个硬币 也放到那堆钱里 兰兰可不可以把整个包包都拿走 兰兰把所有钱都给小木屋的主人 好不好 屋里没有回应 兰兰却心虚地抱着双肩包 迈着小腿跑出了小木屋 外面猫猫狗狗们安静地等着 兰兰坐在小木屋前的阶梯上 拿了四瓶营养液出来 他先喂给了小狗狗一瓶 蕴含着能量的液体 摊在小女孩的手心 风驰狼原本很激动 可上前闻了闻 精灵的绿瞳却瞬间暗淡了下来 这不是他之前吃的那种能量水 但风驰狼最终还是舔失掉了这些液体 虽然这个液体里的能量十分吸收 但他肚子确实饿了 就当舔肚子吧 而兰兰看小狗狗开始舔自己爪 就又打开一瓶 开始喂其他的大猫猫们 一共八瓶营养液 喂饱了所有大猫猫后 兰兰打开了最后一瓶营养液 猛猛喝了一大口 略酸的液体刚入口 兰兰当场就想吐出来 但他知道食物不易 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 圆嘟嘟的小脸当场就成了疙瘩 好难喝 跟雅雅妈妈做的营养液味道 完全不一样 不光不甜 还有酸又色的 兰兰涮了吐舌头 又摸了摸自己 狠扁狠扁的小布皮 再不吃东西 肚子就要咕咕叫 兰兰一咬牙 捏住鼻子 一口气把整瓶营养液都吃掉了 兰兰愁眉苦脸地 看着包里剩下的营养液 好想雅雅妈呢 此时兰兰一次喂饱小动物们后 背着小书包 带着风吃狼回到了森林里面 抚兴师群没有追上来 伴上后 他们才笔直地朝着后面 娜娜所在的那棵歪脖子树奔去 娜娜吓了一跳 亡了命地跑 一边跑她还一边嚷嚷 你们都吃了营养液了 怎么还来追我 而这边叶玲伤口上的草泥 已经被搅得乱七八糟 藤蔓爬满了她的身体 尖刺扎进她的肉里 叶玲想动 可原本还算温和地树腾 瞬间躁动起来 他们游走的速度更加快了 叶玲只得又躺平下来 尽量不刺激这群 杀伤力十足的凶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之前还觉得柔和的太阳 渐渐变成了裂阳 叶玲体内的生机越来越弱 她 会死吗 正在这时 女孩哼歌的声音 从远方淋淋碎碎地传来 下一秒 叶玲身体突然一清 当胸腔和脖子上的树腾离开后 她感觉自己终于可以呼吸了 叶玲双眼睁开一个缝隙 模糊的视野中 那些玩弄生命的十人树腾 竟然瞬间回到了十人树上 这时兰玲哼着歌走来 大哥哥身上的草药怎么都散了 睡觉一定是乱动了 大概是见到了能让自己安心的 紧绷了几个小时的叶玲 终于暂时松懈了下来 叶玲正要开口说话 却在这时 一滴水珠滴到了她的唇瓣上 兰玲正打算将物资包里的东西拿出来 小手摊开接了接 顿时就有两滴带有重量的雨水 砸进了她软软的手窝中 再仰头往天上看看 尽管有茂密的树棺遮挡 但仍旧有不少雨珠 正从大树的缝隙落下来 下雨了 兰兰嘟弄一声 接着把散落在旁边的芭蕉叶捡起来 盖在不好挪动的大哥的身上 就在兰兰准备去搭小棚子时 一脚却被一只修长的大手拉住了 叶玲看着细密的小雨 轻轻地吐了口气 54天的训练升级了 这场是暴雨 兰兰别管我了 自己走吧 另一边 娜娜终于甩掉了后面的俯星士群 她倒在一块大石头上 想好好歇一歇 可忽然之间 一滴雨珠落在了她的眉心 娜娜强撑着身体爬起来 正想赶紧找个地方避雨 突然之间她想到了什么 气候训练开始了 进入气候训练阶段后 参赛者们不光要对付原本的变异动质们 还要抵挡这恶劣气候带来的影响 如果50天以前是困难模式 那么接下来的致命训练场 直接就变成了低域模式 但兰兰却疑惑了 要是自己离开了 大哥哥一个人要怎么办 叶玲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包袱 只会害得兰兰也活不下去 她试图开始讲道理 说石人数虽然不会伤害兰兰 但是气候是无差别攻击的 所以你自己走吧 兰兰大眼睛里全是茫然 因为实在理解不了这个逻辑 所以兰兰最后只能归咎到 这个大哥哥是特别喜欢一个人淋雨 但兰兰还是苦口婆心 大哥哥现在还有伤 淋雨的话 伤口会坏掉的 兰兰说完之后 也不给大哥哥否决的机会 休得一下跑去搭小棚子了 叶玲在后面 兰兰却根本不听不听不听 她把之前用来大窝的芭蕉叶都拆开了 用来做小棚子的棚底 接着又爬到石人树的枝杆上 伸手去拽一根不满尖刺的绿色藤蔓 兰兰小心 叶玲认得那根粗壮的藤蔓 之前就是这根藤蔓压在她的胸口 不过到兰兰这里 藤蔓却变得十分温顺 扯过来后 用藤蔓夹着芭蕉叶 当作绳子 让藤蔓打横搭在大树的两根枝丫中间 搭完之后 兰兰才抱着石人树干 回头安抚地说了一句 大哥哥 兰兰有小心的 兰兰不会摔下去的 你放心吧 小狗狗 你过去一点 兰兰又只是自己下方 正在焦急乱转的小狗狗去远一点的地方 小狗狗站得太近了 兰兰怕树藤掉下去会砸到她 于是始终是毛毛细语 仿佛是为了给参赛者们一个缓冲的时间 兰兰拉完一条树藤后 又去拉第二条 有些树藤太高了 她拉不了 就下到地上去捡草丛里的树藤 这些树藤就像天然的粗绳子似的 在兰兰交叉着 把芭蕉叶和树藤编在一起后 很快 石人树的半腰位置 就出现了一个展开的绿色平面 兰兰把所有行李都塞到了棚子下面 然后跑过去拽大哥哥 叶玲全程就看着小姑娘在忙来忙去 她不能大动 但是有小女孩的搀扶 她们可以慢慢地往棚子下面挪 等到挪到棚底后 叶玲才发现 宽阔的棚子竟然可以容纳两人一郎 还富裕到能让他们躺下来 叶玲心情复杂极了 她发誓刚才亲眼看到 那些藤蔓在小女孩转过身时 悄悄地往小女孩脚边游 确保小女孩一回头就能捡起它们 她甚至看到有些藤蔓 还主动补到棚子顶端去 帮助小女孩把棚子盖得更结实 想到十几分钟前 差点被这些藤蔓闷死 叶玲就有一点无语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将这一微妙现象看在眼里 此时雨现在还没有很大 兰兰抽空又去找了些树头 做了个门帘 还把附近的芭蕉叶都采了过来 用来垫着做 直到棚子不会漏雨后 她才从物资包里拿出一瓶营养叶 递给大哥哥 大哥哥 你先吃东西吧 吃完了后 兰兰给你和小狗狗重新换一下药 叶玲接过那瓶营养叶有些不挤 兰兰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可你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兰兰像是恍然大悟一本 那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呀 可以告诉兰兰吗 叶玲 树叶的叶 羽毛的那个铃 兰兰若有所思的点点 叶玲看着小女孩思索的表情 是在想铃子怎么写吗 兰兰当即昂首挺胸 不是 兰兰会认很多字 别信兰兰写给大哥哥看 说着兰兰捡起一根树枝 当场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这个是铃 你说兰兰写的对不对 直播间观众看着叶玲无语的表情笑翻了 说对 不说喷你 而叶玲在盯着你还眼瞳几秒后 竟然温和地承认了 兰兰开心极了 开始天马行空地乱想着 大哥哥的弟妹也是叫叶一二这个样子 可以转头 兰兰又看大哥哥在你营养液瓶子 他赶紧拿过来帮大哥哥您 大哥哥 这个营养液不是很好喝 如果太难喝的话 大哥哥要忍耐一下下 叶玲闻了闻营养液 正常营养液的味道 很好喝的 兰兰忍不住凑上去闻了闻 还是那股怪怪的酸腥味 这怎么可能好喝 没有果味 但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用好品质的蔬果 加入到营养液里面 毕竟造价太贵了 因为变异鬼职的原因 星际大部分土地都有异化情况 这些土地并不适合种植农作物 所以可食用的农作物在星际属于奢侈品 兰兰不太懂这些事 咕弄了两声不说话了 叶玲吃完一瓶营养液后 感觉自己的精力又恢复了一些 叶玲将目光投向物资包里的医疗袋 兰兰 看看那个袋子里有什么 此时外面的小鱼已经开始变大型 兰兰坐在棚子的中间 右边是摊开肚皮睡觉的小狗狗 兰兰把医疗袋的拉链打开 里面有几瓶药剂 兰兰不认识 叶玲却是眼前一亮 竟然有两瓶精神恢复剂 兰兰拿出黑色那瓶药剂 打开胃给了大哥哥喝 胃的过程中 兰兰闻到了一些熟悉的气味 她的脑子中快速闪过几种重要的名字 人参 当归 黄旗 恶骄 接着又是一些化学物的名字 甲基 腮分病 本病二情 兰兰不大的小脑瓜又开始糊涂起来 这边叶玲喝完了一瓶精神恢复剂后 破裂的精神体迅速好转起来 然而她转头时 却见身边的小女孩正在发呆 兰兰兰兰 你不舒服吗 一个小孩子刚从外面找了物资包围 又搭了这么大一个棚子 肯定累坏了 兰兰打了个小哈欠 没关系 兰兰给大哥哥和小狗狗换了药在睡午觉 接着小女孩又给一人一狗换完了药 然后才缩进了小狗狗的怀里睡了过去 外头与生连绵 叶玲握紧了拳头 势必也会带着身边这个小女孩 平安地离开致命训练场 而与此同时 前往亚兴的特快新建设 历劫原本紧闭的双眸突然睁开 小兵下的整个小身板又开始动 对 对着 是周老大打通讯过来说的 她 她已经追到小小姐下车的站点 去了才发现 那边是南巴区特角洲的山脚下 亚兴是一颗矿物星球 几百年前的那场战争后 亚兴整个南巴区 几乎都成了变异动直的天下 中央不舍得浪费这片资源 在当地开设了一档竞争性直播训练节目 致命训练场 历劫杀人一般的目光扫向小兵 你的意思是 我的蓝蓝独自进入了南巴区 至今音讯全无 小兵真的要崩溃了 周周周老大正盖着人 在附近地毯时搜索 好消息是 最近特角洲山脉并没有暴动过 致命训练场的各个防护网 也十分严密 没有出现场内凶兽 跑到山下的情况 所以小小姐应该至少 不会遇到变异动直 历劫暴躁地抬手 按住自己的额角 她合上眼瞼 阴色里是克制不住的沙怒 还有多久到亚兴 三 三个小时 此时兰兰这边 外面的大雨还在下 兰兰醒来时 几乎是在她起身的同一时间 靠在一旁假妹的少年 也睁开了眼 兰兰打了声招呼 同时小手往棚子外面伸 开始洗脸 冷水刺激着毛囊 原本还残留的瞌睡 瞬间全跑光了 她用衣服擦擦脸 在抬头时 脏兮兮的小脸 瞬间变得白生生的 两边脸颊还透着 被冷水激过之后的 直播间观众惊呆了 没想到兰兰五官居然这么精致 叶玲也没想到 洗去脸上的脏污后 兰兰的小脸居然这么漂亮软嫩 而兰兰把脸擦干净后 又开始整理背包 叶玲顺势便看到了 她背包里的东西 近视换洗衣物 她两天因为状态太长 也没有机会好好问问兰兰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致命训练场 现在看小孩竟然随身带着行李 常年作战的少校大人 忍不住有些阴谋论了 然而兰兰只是仰起头微笑 因为爸爸妈妈们 让兰兰来压星找人 可是兰兰找不到人 然后兰兰就遇到了流血的小狗狗 兰兰想把小狗狗送到狗妈妈身边 就和小狗狗一直在找狗妈妈 叶玲大概听懂了 只是这也让她更生气了 你才多大 你父母居然让你一个人做星剑 横跨多个星球来亚星 兰兰忙挺起自己的小胸膛 兰兰已经四岁了 是大孩子了 兰兰可以自己做星剑的 观众们听到这话哭哭咒骂 想赶紧找出兰兰的家长 把他们拉去坐牢 绝对不能放过这种人渣父母 另一边首都星前往亚星的星剑上 丽杰就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喷嚏 她点开一个加密号码 犹豫着要不要拨过去 因为丽杰当年离开死亡星时 兰兰才半岁 前阵子那人用加密通讯联系上她 说是兰兰受死亡星一化土地影响 身体出了问题 丽杰当然想把兰兰接到自己身边生 这些年她每次想兰兰 都是靠着兰兰小时候的视频续命 只是她身边也不安全 盯着她的人太多 她这才让心腹周虹子 带着兰兰先在望九巷住下 正在这时 一条新网推送的新闻 谈到了光脑上方 标题是 丁帅长子显向桓生 公主之女危在旦夕 竟是全靠她力挽狂澜 是反叛军的阴谋 还是主办方的计策 她与叶林少校 那那公主的关系 又该何去何从 点击就看致命训练场最新爆点解析 历节暴躁地点了叉 没让这种片流量的垃圾推送 分散自己的半点注意力 哗啦啦的暴雨 冲刷着整个特角洲山脉 直播间里 叶林还在跟小女孩解释 她父母让她一个小孩 独自出门这种行为 是不负责的 是心计法律所不允许的 四岁的小豆丁抓着脑袋 似乎是无法与少年的思绪共情 兰兰已经大了 可以一个人做兴建的 而且点狱长爸爸说 爸爸妈妈们离开死亡星的话 就会死掉 兰兰不想发生这种事 出门的时候 还有好多爸爸妈妈都哭了 兰兰也哭了 所以大哥哥为什么要一直说 爸爸妈妈们的坏话 兰兰鼓着自己的腮帮子 开始不高兴了 他不想听大哥哥说话 粉嫩嫩的小嘴 觉得高高的 兰兰转过身 闷闷的用屁股对着大哥哥 叶林叹了口气 只能好脾气的安分 哥哥不说了还不行吗 兰兰不信任的扭头 瞅了大哥哥一眼 这才哼哼唧唧的撞回来 此时外面的大雨还在狂想 一大一小和好后 却在这时巨大的雷电 伴随着闪光 猛的鸡像茂密森林的东北方 打雷只是天上的云朵 受正负荷碰撞后 空气受热膨胀 引发的强烈震动而已 很正常的自然现象 兰兰不怕呀 直播间观众笑喷了 叶林少校你自作多情了 还偷偷张开手臂 想趁机让兰兰坐到怀里去 诡计多端的男人 这时兰兰小脑袋 又往外面伸了伸 从雨量和云层方位来看 雷应该是在半空就消掉的 怎么会往地上踢啊 这时又一道霹雳啪啪啦的闪电 再次落到了茂密森林的东北方 兰兰突然站起身来 小手指着东北方向的林子 不行 劈开那个的话 空气会坏掉的 花草树木和小动物们也都会死掉的 兰兰顾不得起他 抓起芭蕉叶静直就冲出了雨棚 叶林焦急大喊 而本来趴在地上的风驰狼渐转 忙要跟上 却被跑了一半的兰兰扭头叫住 小狗狗你有伤 不要过来 兰兰马上就回来 于是钉点大的小女孩 就这么消失在了雨幕中 整个直播间都炸了 都害怕兰兰被雷劈了 而叶林这边本来还在焦急的呼喊 突然就看到头顶严丝合缝的雨棚 变得稀疏起来 兰兰一走 十人术与棚当场罢工 叶林一乱 忙将兰兰小背包里的衣服都拿出来 一半衣服搭在自己肩上 一半搭在风驰狼身上 就这样 蜜色的树棚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后 终于暂时安定下来 他们又回到了棚顶上 再次变得坚不可摧 观众们也十分焦急想知道 兰兰现在的情况 十分钟后 终于有人找到了 兰兰在雷克直播间 大雨瓢泼的悬崖上方 巨大的黑蟒正丝丝的吐着杏子 七寸的部位 还插着一把短剑 而在他前方 三名参赛者正奄奄一息的互相搀扶着 他们原本是五个人 就在刚才 那两名队友差点就被巨蟒的毒齿咬断去干 幸亏退赛及时 瞬间按下了退赛按钮 但另外三名参赛者没有选择退赛 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抗争下去的能力 只是在看到远处坏人走过来时 那种笃定开始动摇了 雷克穿着应对气候训练的一级装备 他靠着一棵大树 一副看好戏的架势 为你们三个到底打不打呀 动手啊 血鲫蟒的七寸都被你们刺中 这不是现成的战利品吗 这都不要 远处的三人面色铁青 这个雷克并不是第一次参赛 他以前比赛中 都是趁火打劫 背叛队友 要不是赛场有不能攻击 其他参赛者的规定 这个雷克早就被其他参赛者联手打死 而现在 这个垃圾明显是看中他们 就等着他们跟血鲫蟒两败拒伤后 他再来收拾残局 三人对视一眼 撤吗 可蛇类即丑 只能不死不休了 轰隆一声 天际再次闪过一道惊雷 三人组手上的双刃剑泛着寒光 血鲫蟒不满历齿的巨口 蛇性耸动 就在双方即将大打出手时 突然稚嫩软弱的铜鹰 从悬崖半山腰的位置传来 陌生的声调 拎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 可转头 就看到扎着两个小啾啾的小女孩 雷克心里烦躁极了 致命训练场里 哪来的一个小屁孩 蓝蓝跌跌撞撞地往悬崖上跑 边跑边往雷克的方向挥手 小心 雷克东张西望一番 在确定小屁还是跟自己说话后 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有些不明所以 接着一道巨雷落下 雷电准确劈向了雷克站着的那颗大树 啪的一声 雷克整个人被雷劈飞了出去 变故发生得太快 整个世界一瞬间寂静了下来 最终打破沉静的 是小女孩惊魂未定的叫喊 蓝蓝忙往那遭雷劈的叔叔跑去 就见那叔叔整个人都被劈成了焦黑 嘴巴里还在冒白烟 蓝蓝有些被吓到了 他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 另一边三人组中的领头男生 突然立刻一声 蓝蓝惊了一下 赶紧缩回自己的小手 领头男生快不跑了 将小女孩拉到身后 他身上还有电 小心点 但蓝蓝还是很担心 小手指着地上的叔叔 可是 这个叔叔在冒烟 领头男生将小女孩拉得更远了 是啊 他都流血了你还凑上去 脏血溅到你身上 你手会烂掉的 蓝蓝惊讶 仅把两只小手都背到身后 另一边的两人 正一左一右地包围着血里蟒 血里蟒现在异常躁动 两人急需队友支援 许月轻推了一把小女孩 你离这个人远点 但是这里很危险 你赶紧走 然后转身就朝自己的同伴跑去 可就在许月拿着双刃剑 准备跟同伴一起合力击杀这个血里蟒时 她的背后突然撞到个东西 蓝蓝没料到前面的哥哥会突然停下 脑袋撞到了哥哥的大腿 因为惯例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许月扭头看到那个小女孩 脑袋炸开了花 你跑来干什么 蓝蓝小手指着前方狂躁的飞蟒 蓝蓝看到了这个 许月单手将小女孩低溜起来 正要往后扔 却在这时 前方的巨蟒突然发难了 血盆大口豁然张开 粗大的尾巴往前一拍 朝着许月的头颅重重砸去 两个同伴同时朝血里蟒动手 许月下意识抱住怀里的小女孩 就是一滚 但蛇尾仍旧砸中了她的肩膀 她半个身子一摊 整个人倒在地上 另外两名同伴看许月受伤 立刻加速攻击 他们的攻击吸引了血里蟒的注意 血里蟒被另外两人缠着 无法对那个已经被她击倒的人类捕刀 很快她的身上又被割开了几道口子 鲜血伴随蟒蛇的丝鸣 稀里又凶狠 血里蟒再次一甩尾巴 又砸中了一个名叫丁绝的铜板 巨蟒砸扁这个人类后 滑腻的身体一嘴 锯口大开 当即就要将其吞噬 苏明想冲过去刺那巨蟒的眼睛 却被巨蟒狠狠甩飞了出去 倒在地上的一瞬间 苏明只来得及大喊一声 丁绝 退赛 丁绝趴在地上 刚要按下退赛按钮 可忽然间 一道湿漉漉的稚嫩身影 冲到了她的面前 女孩双臂一无反顾地张开 挡住了巨蟒对她身后那人的全部攻击 世界仿佛在这一刻定格了 轰隆隆的雷鸣 伴随着大雨还在继续 蓝蓝发红的眼睛 看着上方巨蟒的大嘴 那张嘴已经压了下来 蓝蓝只觉得自己眼前一片黑暗 然后她闻到了蛇类口腔中 那种黏腻的腥臭味 是蛇口裹住了她的身体 直播间观众看到这一幕傻眼 蓝蓝竟被血里蟒吃了 下一秒 巨蟒硕大的头颅突然往后退了一下 而前方的草坪上的小女孩 仍旧站立在那里 巨蟒朝着小女孩生气地呲吼 声音里竟是愤怒与痛 蓝蓝又一次嗅到了那股黏腻的腥臭味 她目光往后一看 就看到了小蛇蛇身上插着把尖 数了数 七寸 是蛇的命脉 小女孩伸手抹了一把脸 快不靠近蟒蛇那致命的伤脑 你很痛是不是 没关系 蓝蓝帮你 然而蟒蛇立刻甩动尾巴要逃离 但她一动 身上就疼得死去活来 蓝蓝站立在那巨大的伤口前 她握住上方的剑柄 狠狠一把 呼的一声 血喷到半空 巨蟒疼的尾巴重重往地上砸去 蓝蓝丢开那剑 赶紧抱住蛇蛇的尾巴 会加重伤势的 不能乱动 不时就回头冲小女孩大吼 蓝蓝却全程头都没抬 眼睛进了水 也只是匆匆用衣袖擦了一下 又继续干活 不久之后 巨蟒似乎终于安定了下来 身体盘成一个圈 舌尖好几次都舔到了小女孩的手背 而每次被她舔到时 小女孩就会抽空摸一摸蟒蛇滑腻腻的脑门 仿佛是在安抚她 三人组大为震惊 这什么鬼啊 等到巨蟒的伤口都填满草药之后 蓝蓝这才用雨水冲了冲小手 她看向后面的三人组 最后捡起地上剩下的小草 哒哒哒地跑过来 刚刚才安定下来的巨蟒 一见小女孩离开 立刻抬起头 猙獰的又叫了一声 蓝蓝回过头 认真的嘱咐 你不可以起来 要灰掉 你要疼走 巨蟒听不懂人话 但是她感知到这个人类又在好手生起了 她有些暴躁的游动身体又趴回了地上 很快 蓝蓝停到三人组面前 抓起他们的手就开始剪掉 蓝蓝的伤口上要边解释 小蛇蛇不是故意要打架的 天上的雷不对劲 小蛇蛇知道她家住的地方会被雷劈倒 所以她才从家里逃出来 逃亡中的小蛇蛇是不会主动伤人的 蓝蓝说到这里 悄悄看了一眼眼前的三位大哥哥 声音很小的嘟弄 肯定是有人先打了她 她才会反击的 许悦又皱了皱眉 你是说你能跟蟒蛇交流 蓝蓝点了点自己的小鼻尖 蓝蓝闻到了 小蛇蛇的身上有那个味道 她是刚刚从有那个的地方出来 所以她肯定是想逃亡 那个有很多名字 其中一个名字叫做异化病原体 异化病原体 一种很坏很坏的矿石 一旦炸开 释放出来的空气 就会消灭附近所有的活体生物 典狱长爸爸还曾经专门跟蓝蓝讲过 死亡星就是因为有一座 包含了异化病原体的矿山 某一天 那个矿山被惊雷引爆了 病原气体直接将整个星球都被毒化 低等生物一旦进入死亡星 便会受有毒空气的感染 暴毙而亡 低等植物也会瞬间枯萎成灰 兰兰不想林子里的花草树木和小动物们死掉 所以兰兰绝对不能让雷电引爆那个东西 如果兰兰没有猜错的话 我们现在踩着的这座山林 就是那个坏东西藏着的地 所以雷才会一直往这里踢 三人面面相去 完全听不懂小女孩在巴巴什么 另一边 连着好几天没睡觉的第一元帅 在确定儿子没有性命之忧 终于放下了心头大石 去了休息室小气 哪知道刚闭眼不到一个小时 门就被敲响 叶元帅起身去开门 紧绷的手指掐了掐眉心 门外是大惊失色的副将 元帅 出事了 叶元帅谋色一遍 当即抬脚往中央大厅方向走去 反叛军那边又有一洞了 副将的声音有些发抖 事宜化并原体 叶元帅站在原地 他缓缓回首 兵谋注视着身边的副将 副将向前比了个请的手势 各区将领已经在等您了 会议大厅里面坐满的人 但凡是人在首都星的 少将军衔以上的官员 几乎全员到齐了 会议桌上还放了十几块悬浮面板 那些不在首都星的各区将领们 也都连接上了远程视讯 看到上司进来 下面的将领们都站了起来 元帅摆了白手示意他们坐 右看前方大屏幕上 还在播放着致命训练者 他对手下吩咐 把直播关了 然而副将非但没关 反而压低了声音告诉他 壁画并原体就在致命训练场里 而屏幕里放的是一名 放回直播屏幕上 是兰兰的小女孩 他考虑过了 如果这孩子的身世真的没有问题 他确定不是反叛军的人 那么在这孩子的父母 如此不靠谱的情况下 他或许可以收养他 对 壁画并原体 就是兰兰说的 副将轻声补充 而正在这时 屏幕中的小女孩刚好说话了 阿大哥哥 你们没有听过壁画并原体吗 反正兰兰只知道 壁画并原体就是会造成空气污染的 超级超级不好的病毒气体 它是自然形成的 在没有完全成熟释放前 他通常会藏在某种矿石中 所以我们现在踩着的这座山 应该就是一座矿山 许悦伸手摸了摸小女孩的额头 没烧啊 怎么总说胡话 兰兰白白的小脸皱了起来 他推开哥哥的手 哎呀 兰兰不能跟哥哥聊天了 兰兰要去把雷电引走 大哥哥们也赶紧走吧 对了 你们记得把那个冒烟的叔叔也一起带走 兰兰说完起身就要离开 却被一只大手拽住了哥哥 许悦把小丫头按住 小妹妹 大人没告诉过你吗 雷电是不能玩的 而且你的爸爸妈妈呢 你为什么会在致命训练场里 兰兰拽了两下 拽不回自己的胳膊 他有些着急 兰兰都说了 是一只可爱的小奶狗 带兰兰进林子的呀 苏明凝视了小女孩片刻 拿起一根纸屑草 递到小女孩面前 刚才我也过去采了一株 跟你是在同一个地方采 但是为什么我采的纸屑草 和你采的纸屑草 药用含量完全不一样 兰兰一眼就看出了区别 大哥哥 你采的小草不对 气味太浅了 要采3S级的小草才可以用 苏明差点听笑了 3S级的要用草本 可是拍卖级别的珍惜药质 苏明还想说什么 许悦打断了他 别说这些废话了 反正小丫头 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去玩雷的 兰兰鼓起塞帮子 从一灵里掏出一个扶牌银坠 这是爸爸妈妈们 送给兰兰的第一份礼物 爸爸妈妈们说 扶牌会带来福气 兰兰带着扶牌 一定能成为最有福气的小宝贝 兰兰会用这个扶牌 做一个避雷针 把雷电引到更远的地方 说完兰兰把扶牌塞回一灵里 又忍不住挺了挺自己的小胸膛 小嘴角忍着要翘不翘的样子 三个哥哥都不吱声了 兰兰抹了一等小脸 趁大哥哥不备 抽回小手转身就往山脚下跑 三位大哥也赶紧跟上 直到大屏幕中 就看到一小三大匆匆的跑进雨幕 首都新军市大楼的中央大厅里 紧绷的气氛在众人之间蔓延 一秒钟后原本安静的会议厅 瞬间嘈杂起来 大家开始争执不休 致命训练场根本不可能有异化病原体 亚新虽然多矿山 但是当初死亡新的事情发生后 星际所有矿山都核查过了 这才几百年呢 哪那么快又长出一个异化盒 这个小女孩就是在乱说话 必须赶紧把她带出来 严肃审理 叶元帅则揉了揉眉心 片刻之后 他威严的嗓音压过了在场所有人 无论是不是危言耸听 壁化病原体必须重视 致电总统 请求他下达中枢指令 要求主办方立刻采用内部快线 联系赛场中的太子 让太子即可前往茂密森林进行调查 再通知暴神立刻前往亚新 四年前 死亡新二次异化能源体爆炸时 他去过现场 他有处理经验 与此同时另一边 力竭从新建中心出来 直接吩咐身边的小兵 联系周虹彩 刚好这时周老大的通讯先就管了 小兵立刻接起通讯 不一会 小兵小心翼翼的瞅着最高领导 那个队长 周老大说 您不接通讯 叶元帅那边的军力 吓到他那儿去了 说是发现了新的异化病原体核心点 可小兵的话还没说完 他的整个光脑就被力竭夺走了 周虹才 说清楚 老 老大 叶元帅说 您看了致命训练场就知道了 很快 当力竭点开了许悦的选手直播间后 看到直播画面中 蓝蓝淋着雨在树林中迎风狂奔 力竭整个人当场爆炸 此时刻脚周中断的横沙10-05 太子手腕上的赛事光脑 突然发来内部连线 少年只见碰了一下光脑侧边 屏幕中央 蚊子出现三秒后消失 下一秒 太子捞过一旁的物资包 走出了安逸舒适的岩壁洞穴 外面暴雨还未结束 漆黑的雨幕碗逐渐将它吞噬 不过太子可是继暴神之后 新生代中唯一一个不到18岁 就被测出3S战斗力的天才单兵 与此同时 茂密森林冬面的巨树林里 许悦正劝阻往树顶上攀爬的小女孩 兰兰 这树太高 别上去了 正在这时 又是一道雷鸣 猛地劈向刚才那座矿山 兰兰吓得些都不敢歇了 赶紧撅着屁股 继续往树顶上面挪 挪一会儿 兰兰就得休息一会儿 不过好在 每次兰兰快挪不上去的时候 都会有树枝刚好在兰兰的脚下 兰兰知道 一定是大树伯伯知道兰兰在做保护森林的重要事情 所以才会帮助兰兰的 下面两人十分惊讶 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大的你 兰兰都能爬上去 许悦瞪了两个同伴一眼 把手再张开点 我们还能接着他 兰兰很快就爬上了树底 他取下了自己脖子上的扶牌 把扶牌紧紧地拴在大树最高最高的尖尖上 等到拴好后 他又在大树伯伯的帮助下 一点点地往下挪 许悦把小女孩滴溜在半空 另一只手揪住他的鼻子 你是不是不要命 要是摔下来 脖子都被你摔断 兰兰就皱鼻尖嘟弄 兰兰才不会摔下来 大树伯伯会保护兰兰的 苏明无奈 你都要把雷往你的大树伯伯身上赢了 你还指望你的大树伯伯能保护你的 兰兰撅嘴 才不会 大树伯伯这么强壮 大树伯伯最多就是有一点点痛爱 但是我们这是为了整个森林 壁化病原体如果爆炸的话 不光是这片森林 整个星球都会遭殃的 许悦也不等小女孩同意 抱着小女孩就往山下冲 苏明和丁绝跟在后面 兰兰大眼睛却还盯着后面的树林 这时一道闪电亮起 短促的惊雷在空中划过一道光痕 接着雷势重重地劈到了那颗 绑着扶牌的大树顶端 兰兰瞬间眼前一亮 成功了 成功了 兰兰真的成功了 另外三人几乎是落荒而逃 而许悦怀里的小女孩 却还开心地冲着树林挥舞小手 粉嫩的脸颊上全是兴奋的光 叶元帅沉沉的目光 紧紧地注视着大屏幕上 那击中大树的惊雷 他放在会议桌上的左手 慢慢握成了拳头 居然真的成功了 会议桌下方是一片鸦雀无声的寂静 一名上将这时下令 赶紧通知主办方 单独安排两个镜头 一个放在刚才血里莽出没的那个悬崖上 另一个放到这棵大树附近 我们要随时兼顾 可几分钟后 手下去面露蓝色 上将主办方那边发来回应 说是没办法单独安排摄像头 因为致命训练场一旦开始 里面的设定就都是提前安排好了的 如果要二次更改 需要开启防护网 防护网的权限需要各大领导同意 那名上将气得一拍桌子 让他们停了气候训练说做不到 现在连多安排两个摄像头也做不到 我说就该立刻停止比赛 出了这么大的事 还比个屁比 旁边有人提出意见 是不是一化病原体都不确定 万一小女孩有什么阴谋呢 太子这不是已经往茂密森林赶去了吗 先等等他的回应吧 但也有很多反驳他的 于是下面又开始吵了起来 叶元帅心烦意乱 力声打断 转到太子直播间 话落屏幕中 出现了一道茂与前行的黑色声音 带着都茂的少年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 他不乏矫健 走在没有光照的陡峭山路中 但却没有给他造成半点困扰 太子这是刚出横杀石林吗 没有机甲 元帅手腕上的光脑突然响了起来 他点开屏幕 上面熟悉的名字显示出来 力竭半分钟后 叶元帅挂了通讯 他对等候在一旁的副将吩咐 跟主办方说 报神将会与许悦直接视讯通话 下面的官员们全都炸了 视讯肯定不行 那直播间的观众不就都看见了吗 叽叽喳喳的声音不绝于耳 叶元帅输地抬手 一掌拍在会议桌上 安静 而另一边巨树林里 地上到处都是石头水坑 许悦三人带着小女孩 崴了好几次脚 才找到一个暂且能避雨的凹洞 只有一半的位置是与临不到的 三个大男生默认让小女孩进到最里面 此时兰兰身上已经湿透了 他一捏自己的头发 捏出了一大把水 苏明看着小女孩那普通衣着 没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倒是没烧 兰兰扬起自己的小脸 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兰兰不容易生病的 但许悦打开自己的物资包 还是把自己另一套干的防护服拿出来 许悦瞪了两人一眼 突然他手腕上的光脑震动了起来 他试探性地点了一下光脑屏幕 下一秒 一道悬浮画面弹了出来 面里是一个男人狂妄俊美的脸庞 背景是一些都市业景 三人完全蒙住了 如果没认错的话 视频里这个人是星际第一战神 煞烈一队的最高首领暴君 许悦也傻了 他他他他的偶像暴身 居然给他打通讯了 然而屏幕中的男人却已率先冷沉出声 蓝蓝蓝 许悦三人更迟转过头 他们惊讶地看着那个还抱着衣服 一脸懵懵懂懂懂地站在原地的小女孩 蓝蓝听到了有人喊自己 他呆呆的目光看向前方漂浮在半空的屏幕 三秒之后 小女孩张大小嘴 不可思议地脱口而出 爸爸 新了更新了 星空仔仔又更新了 就在蓝蓝听到有人喊自己时 他看向前方漂浮在半空的屏幕 三秒之后 小女孩竟张大小嘴喊爸爸 直播间观众们都看傻了 没想到星际第一战神不光结婚了 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 而与此同时 站在蓝蓝旁边的许悦三人直接食话 中央大厅会议室里 议论声再次起伏 之前还怀疑小女孩是反叛军的人 现在纷纷要求跟上面联系 停播致命训练场 封锁特角洲 然而叶元帅却并不慌张 他笔头敲击着金属桌面 暴神说 问题不大 某位对一化病原体生物痛绝的老上角 突然一拍桌子 那可是能毁灭一颗星球的爆发性破坏物质 要是出了事 它暴君能负责吗 数千年前蓝星爆炸 地球人民乘坐飞船逃亡宇宙 经过了多么漫长的寻找 才终于在浩瀚的宇宙中 找到了能够让他们安身立命的新家园 可蓝星人民与新家园 却并不能一开始就兼容 有些人可以吸入新家园的空气 有些人吸入空气后 却慢慢生病死亡 可是人类已经没有力气再在宇宙中流浪 他们必须安定下来 他们努力地让自己适应新的家园 为此他们的体质被迫发生了改变 DNA序列重组后 人类终于能够与新家园兼容 可那些从蓝星带来的动物和种子 却没有这么顺利 在这片土地养大的动物都在变异 在这片土地种出的粮食不能食用 异兽和轨植越来越多 这些变异物种与新家园土地中 本身就含有的黑暗物质 产生了化学反应 它们融洽相处 凝结成了人类新的敌人 这种物质后来被科学家们 命名为异化病原体 意思就是所有物种的异化 都来自于这种黑暗物质 它就是所有异化人类 异化动物 异化植物的病原 而一旦这样的一块病原 和发生爆炸的话 那大量的病原气体一瞬间涌出 会直接毁灭一整个星球的空气环境 而被异化病原体毁掉的死亡星 在四年前 死亡星发生了二次爆炸 其实死亡星再怎么爆炸都还好 毕竟现在的死亡星 只是个囚犯星球 关押的都是星际的甲级战犯 但是亚星可是一个中大型的二线星球 常住人口十一 如果输了是谁能负责 老上将说得气喘吁吁 拍桌子的时候 脸和脖子都涨红了 叶元帅也知道老上将激度 他亲自过去拍拍老上将的肩膀 老上将握紧叶元帅的手 元帅 异化病原体 真的不能姑息 叶元帅拍了拍老上将的手臂 我们要相信暴神 暴神也是老战士了 200岁的人 打了150年的仗 他的能力 在场的人应该没有不服的吧 下方众人均是一阵沉默 确实 从丽杰到暴君再到暴神 能不不封神 的确是针刀针枪拼出来的 叶元帅再次开口 暴神既然放了话接管此事 相信他已经有了他的打算 丽杰确实是有自己的打算 但现在傻爸爸眼里看不到其他人 他只能看到三年零126天14个小时 29分钟11秒没见过的宝贝女儿 来了 随着小女孩那清脆软糯的爸爸叫出声来 丽杰突然想到了四年前的那个晚上 那晚他刚从二次病原体爆炸的核心区 回到死亡星市区的宿舍大某 典狱长周晴也住在那栋大楼 他一上楼就看到走廊里还有其他人 那是最大恶极的 前宇宙第一心道组织破鬼的高层 着惊 那个胡子拉叉的男人 怀里抱着一个软软的小东西 他颤颤巍巍地对着典狱长周晴说 我我我我捡到个孩子 怎么办 他他他他在动 丽杰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些囚犯坐牢还坐得挺潇洒 不知道把谁的肚子搞大了 现在孩子都搞出来了 但是在意想不对啊 死亡星的空气感染性高到离谱 从第一次一化病原体爆炸后 这里已经超过三百多年 没有诞生过新生命 怎么可能冒出个婴儿 那天晚上丽杰抱了那个小婴儿 他像云朵一样柔软 红彤彤的小嘴含着自己的手指 小婴儿对他裂开了梅牙的小子 黑漆漆的大眼睛弯得像月亮 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 从那天开始 死亡星的很多人都疯了 丽杰也疯了 这个孩子最后被取名为兰兰 因为在几十个甲级战犯 为了小孩的取名权 打算在取名大会上大打出手 血剑当场时 小女孩手指指向了墙上一块蓝色的海洋地图 兰兰是死亡星所有人的女儿 丽杰当时不能再死亡星久留 但左拖又拖 最后她还是拖到了兰兰会说话 会冲她喊爸爸后 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这三年多丽杰每次想女儿 就只能看女儿小时候的视频 天知道她有多想把女儿从视频里薅出来 亲耳听她再叫她一声爸爸 丽杰素揽冷硬暴力的男人 在此刻脸上竟然出现了柔和的神色 她深深地看着宝贝女儿 重重应了一声 兰兰眨巴眨巴眼睛 问出了让自己疑惑的最大问题 爸爸 你真是爸爸 你为什么还活着呀 丽杰有些困惑 我活着怎么了吗 兰兰尴尬地挠挠小脑袋 可是雅雅妈妈说 丽爸爸已经死了 骨头都烧成灰了 就埋在花圃左边的草地里 兰兰还每天都去草地跟丽爸爸聊天的 直播间笑喷了 懂了 离婚了是吧 丽杰紧绷的嘴角隐隐抽动 暴裂的煞气几乎从屏幕那头贯穿过来 许悦三人光是在旁边看着 已经吓得腿软了 而挑起这场事端的小女孩 却还一脸无辜的样子 雅雅妈妈是这么说的 那爸爸 你是又活过来了吗 就在所有人以为 情绪向来不稳定的暴神大人 高低地发一场大火时 却见明明已经轻轻暴跳的男人